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罩的规定 所以不知道后续又不要居家隔离 希望不要 实在是很麻烦 这个疫情没完没了 但是在恢复实体聚会的过程当中 就有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疑问 不知道他们听得好 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来主日聚会 我在家里面看到很多的很棒的一些网路上的讲员 觉得他们教得蛮好的 然后有一些大教会的讲员敬拜团 做得比我们还好 所以为什么需要回到最后来实体聚会呢 而且有些人说 我跟教会的人其实很久没见了 都不太熟 跟他们见面不知道讲什么 很尴尬 开这么远的车 跑来这边聚会 目的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疑问 那有些人可能心里面有这样的疑问 花这么大的代价来主日聚会做什么 那我们计划9月暑假之后 就讲这个疫情没有很夸张 政府要shut down什么的话 那我们会希望鼓励更多人能够回到教会 我们来实体聚会 但是因为现在马上面临着学校要开学了 你知道学校开学的话 哇那真的是 学生之间传来传去 是很可怕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 这个9月10月之后 整个的政策会怎么样 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来分享这个题目 叫做主日崇拜的意义 主日崇拜的意义 这个题目 所以首先为什么 主日崇拜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主日崇拜的意义是什么 是尊神为大 是要尊神为大 主日崇拜的重点 不是我 不是我喜欢什么 不是我不喜欢什么 也不是这个 主日崇拜的重点 不是敬拜团 不是祷告团队 不是牧师 主日崇拜的重点应该是谁 应该是谁 没有错 那在圣经里面呢 这个主日崇拜的概念 你要追溯的话 最早可以追溯到哪里呢 到这个出外集记 二十章八到十一节 我来很快来念一下 他说当今念什么 安息日守为圣日 这是一个神的一个诫命 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 等下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安息日 那因为六日之内呢 耶和华照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 定为圣日 一般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相信这个安息日呢 他们守的是在 礼拜六的晚上 他们因为一天的开始 他们不是白天 是傍晚 当太阳下山之后 是一天的开始 所以他们安息是礼拜 就是礼拜 我们的现在的礼拜六的晚上 他们定为安息日 有人守在 是守在礼拜五的晚上 那一天他们会安息 会放下手中说的工作 会安息 那这里讲到为什么要安息呢 第一次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 这是一个诫命 那是因为在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这边看到呢 安息日定为圣日有一个目的是什么 不可以做工 因为神创造 神做工也花了六天 所以我们看到神六天创造之后 他安息 所以我们在六天公共之后 也要有一天 安息定为圣日 所以说第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你说要主日崇拜 可以说我们第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 因为神的创造 第二个原因 在生命纪第五章 十二到第十五节 当照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 这 again是神的吩咐 不是不想来主日崇拜 不是我不想来 这是神的吩咐 要守安息日为圣日 你也要纪念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 用大人的手和生出来的绑兵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守安息日 等一下我解释 像安息日 其实我们现在守安息日 跟之前以前的守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礼拜天早晨 为什么 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 那在这边呢 摩西第二次吩咐说 你要守这个诫命 好 安息日不是一个选择 不是你想怎么样 是一个诫命 好 你一定要做的 就像你不做的话呢 就是触犯了一个神的一个诫命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边讲到第15节 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神 用大人的手和生存的绑兵 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所以这一次强调 守安息日的目的是因为什么 来纪念什么 神的救赎 好 第一次守安息日的原因呢 第一次讲到说 你要来纪念神的创造 第二次讲到说 你要来纪念神的救赎 所以你想象 以色列人他们在 劳碌一整个礼拜之后 一个礼拜劳碌了六天 在安息日 就是现在的礼拜六晚上 他们放掉手上一切的工作 或是放掉地上的工作 来思想神的创造 来思想神的救赎 也就是说 他们把他们地上的眼光 从自己的需要 从地上的劳苦放下来 来默想神 然后来思想神 跟神有一个连结 于是他们因此来 可以说重新得利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这样一个动作 守安息日 使他们和地上的万民分开来 他们成为一批很独特的 认识神的 敬拜神的 一批殊胜的百姓 那什么叫敬拜神 讲到敬拜神这个字呢 我想大家可能有点 就是讲到崇拜 主日敬拜 主日崇拜 敬拜大家有时候 也会有些误解 以为说敬拜 就是我们刚才唱歌 就是敬拜 那是诗歌的敬拜 那是敬拜的一部分 但是敬拜 其实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聚会当中 都是在敬拜 不管刚才在报告 奉献 现在讲到 等一下回应 都是在敬拜 不是说就唱歌的敬拜 现在都是敬拜 但是那个呢 那个部分呢 叫诗歌的敬拜 其实敬拜的本意 它的本身的意义什么 和崇拜的本身是什么 就是这个字worship worship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当然知道在 耶稣他说 要用心灵和诚神来敬拜 可是要怎么叫 心灵和诚神来敬拜 敬拜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字 就是最常用来敬拜的 是这个字叫 Shakak Shakak这个字 是一个希伯来文 它的意思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跪拜 就是跪拜 下拜 跟叩拜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敬拜 你们知道吗 一个真正的 一个敬拜的 是什么 就这样子 你要跪下来 然后你要 伏伏在神的面前 这样子 这个动作就是敬拜 就是敬拜的意思 在《创世纪》第十八章 我们来看好 我们来看好在第十八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在曼丽相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正热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 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然后怎么样 伏伏在地 这个字就是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敬拜 那读过纪会圣经都知道 这一次亚伯拉罕跟神的会晤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那时候亚伯拉罕九十九岁 然后 萨拉九十八岁 然后第二年他们几岁 一百岁 萨拉九十九岁 结果他们怎么样 哇老帮神猪啊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伊萨 就是说 这次会晤怎么样 让本来不能够生育 或者说不可能生育了 哇 哪一百岁怎么生孩子啊 这个是很难想象 但是 他因为 遇见了神 敬拜了神 结果他就 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 第二次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在约书雅记 第十四 第五章 十四到十五节 这个是神的诗子 他回答说 不是的 我来 是要做 耶和华 军队的元帅 耶和华 约书雅就怎么样 伏伏在地下 拜 again 他这动作叫做 worship 他就 拜 说 我主有什么话 吩咐仆人 耶和华 军队的元帅 对约书雅说 把你脚上的鞋 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 是圣的 约书雅就照着行了 好 这时候约书雅 他已经年纪不小了 可能八九十岁了 因为他跟摩西出来的时候 已经四十了 他是年轻人 后来已经变 摩西过十年八十了 他这时候已经是 整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但是碰到这个人的时候 他是神的使者 他本来不知道他是谁 他说他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 他明白 他其实他就是耶稣了 他就说 他就向他下拜 他没有说 你来跟我抢这个元帅的位置 没有 他就俯伏在他面前下拜 那读过这段也知道说 这次发生什么事情 他敬拜神之后 就发生什么事情 他拿到一个很奇怪的策略 是什么策略 就是你要打耶利哥城 你就为了他绕七次 对 绕七天 然后第七天怎么样 哇 躺一身 神像就倒塌了 结果他就几乎是零三亡的 拿下了耶利哥城 然后开始了他们征服 加南地的这样一个 得地为业的旅程 所以你从亚伯拉罕 敬拜神 跟约书亚敬拜神的历史 你就发现什么事情 敬拜神是有一个力量的 当我们谦卑俯伏下来 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神迹发生了 就是因为敬拜神 那个本来不能生的 哇 一百岁的 还生了儿子 就是那个 本来就是看起来 一个很高大的敌人 因为敬拜神 得到一个很奇妙的策略 你就打赢了 所以敬拜神本身 你知道吗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你先想看 一个电灯炮 我加了一个电灯 它假如本来是不可能发亮的 当你把它插上电源的时候 那个电流到那个灯里面 它就怎么样 它就亮起来了 同样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有一个意义 不是说你没事就跪在那边下巴而已 不是说当我们像神说 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跟天上的神 有一个连结 我们来敬拜祂 祂的同在降下的时候 我们里面 我们的外面 都会发生改变 这是敬拜神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是来把主权来交给祂 复复在地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来思想 什么叫思想 祂的创造 就是说祂是谁 祂的琐事 祂的personality 来思想祂的救赎 祂的所为 祂的works 当我们去思想祂所事 所为的时候 这会来翻转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在地上这些工作 或是这些家庭 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改变 会有个功能的改变 然后我们会 就是外面可能看不到 但是里面会有超自然的变化 会带下一个极大的改变 所以敬拜本身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非常伟大的事情 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 敬拜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路加福音14章16节 我记得说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就站起来要念圣经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 就是他们做什么 就是说他们会朗读神的话 Torah Torah 传讲神的话 就像耶稣 他在安息日的时候 他会进入会堂 拿起圣经来 就像朗读传讲神的话 好 那第二个呢 他们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在诗篇149篇 一到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明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喜安的名 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几股弹琴称颂他 好 所以这里说到 就是他们做什么 当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第一个说到 他们会传讲神的话 Torah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会 这叫亚大 亚大就是什么 犹大的字 就是他们会赞美 这个字也有举手的意思 你知道 就是当你举手的时候 你就是在 亚大 就是在赞美 所以诗篇这边 刚才讲到说什么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说到赞美 包括什么 唱歌 而且要唱新歌 然后你要因主快乐 你来赞美神的时候 你在赞美他的时候 不是这样 主啊 我来赞美你 你是很 主啊 我要来赞美你 你不是苦瓜脸 你是西瓜脸 你知道吗 然后你会跳舞 几股 弹琴来歌颂神 哇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 一个事情 好 那我也发现 有时候 你来到教会 可能 不知道 家里 水管堵住了 小孩功课 或是说 爸妈怎么样 或是最近 跟配偶 搞 搞情绪 什么的 不太快乐 这时候你要 竭力的来赞美神 你就好像说 你这 哎呀 主我真的很不想赞美 所以你要 竭力的来进入 真的 像我说的 从苦瓜脸 到西瓜脸 我赞美你 这时候呢 你会把你的眼光 从你的问题 转到神的身上 会有一个超自然的 一个工作 好 第三个 献祭 头大 好 叫做 不是头大 头大 OK 献祭 这个是以色列 他们最早开始 敬拜的方式 从亚伯拉罕开始 他就会 随便 不是 随到随祖坛 就是他到一个地方 要建立一个祭坛 会向神献祭 好 在这个 他们的会幕 会堂开始之前呢 他们最早的 进拜方式 就是献祭 好 这个延传道话 的以色列君王 说大卫 楚罗门 他们都是会 来献祭 所以在这个 诗篇27篇66节里面说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照目里 欢然献祭 我要唱诗歌颂 耶和华 所以看到说 他除了唱诗歌颂之外 他会来这边 跟神献祭 好 那之后 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 把圣殿建起来之后呢 当所罗门献祭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哇 神的荣耀 就降下来 所以献祭的时候 你发现说 哇 整个那个神的荣耀 会充满 所以 敬拜神来的时候 这个 你知道 你福贵拜 这是一个 我们的posture 我们的一个知识 好 那做什么呢 怎么做什么 就是 当我们 你知道 当我们 OK 像 当我们福负敬拜的时候 好 我们是用心 在敬拜 对不对 好 用我们的脚跪拜神 那 Torah 讲到读神的话语 是用什么来敬拜 用我们的口 然后还有呢 用我们的耳朵 你要一边讲 一边要听 用耳朵来敬拜 然后呢 当我们用亚大 就是用这个赞美的时候 举手的时候 我们是用什么来敬拜 用我们的口 也用我们的手 对 也用我们的肢体来敬拜 还有我们的头大 头大 献祭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来 我们用什么来敬拜 用我们的财物 还有我们的恩赐 这个献祭指的 不是只是 拿钱 拿时间而已 而是包括我们的恩赐 跟资源 拿来敬拜 好 所以有时候是服事 好 所以是什么 什么是主日崇拜的意义 简单的来说 就是全人的敬拜 全人的敬拜 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手 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耳 用我们的资源 用我们的恩赐 全部来敬拜 所以当你在服事儿童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敬拜 你是在敬拜 当你在服事 part point 你是不是在敬拜 也是 你要欢心 喜乐 主啊 我是在敬拜你 好 那这个旧约的守安息日 跟新约的主日 是不一样的 旧约的安息日 我刚刚说是强调 他们是在礼拜六的下午 或是傍晚的时候 那他们强调是 什么都不要做 然后呢 我们来纪念神的救赎 跟神的创造 那在新约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强调是哪一天 强调是礼拜天 礼拜天早上 那为什么变礼拜天早上 你们知道吗 very good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耶稣的复活 至少在四本福音书 很快来看一下 在马大福音 二十八章第一节 那边说要说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 头一日 天空亮的时候 这是安息日要结束 七日头一天 就礼拜天 天空亮的时候 那时候 他们来发现 耶稣复活了 马可福音也是这样 七日头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然后路加福音也是这样 七日头一日 然后呢 约翰福音二十章也说 七日第一日清早 天下黑的时候 所以那个 讲到说 这一天 为什么定为主日 主日是什么意思 就是主耶稣的日子 这天是他复活的日子 就觉得你先想想看 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界上 为了我们的罪 上了十字架 第三天在这个主日 其实头一天早上 他复活了 显现给一些妇女看 这个事情的意义 有多么的重大 你知道吗 他后来也显给 四百位门徒看 就是说 这表示耶稣基督 他战胜了死亡 于是我们也可以 战胜死亡 你知道这是我们的 一个盼望 有一天我们跟耶稣一样 我们会一同的复活 所以当我们有 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 我们要聚集 在一起来怎么样 庆祝啊 这是我们值得庆祝的事情 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 这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天 我们来聚集 来庆祝主耶稣基督复活 那么初代教会也是如此 他们开始讲了一个榜样 好 我们看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第七节 我们讲一念好不好 来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 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只讲到半夜 我先打一下 你看保罗到讲了多久 讲到半夜 所以有时候 牧师讲到一两个小时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觉得很长 你看保罗讲到半夜 但是他们 他们做什么 他们有拨饼 他们有讲到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他说 《勒根多前书》 十六章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 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 献凑 好 所以这边讲到说 当他们聚会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 他们会收奉献 他说你们不要 等到我来才收 每一个礼拜天 你们要先收奉献 这样的话呢 到我来的时候 就可以一起 变成一个 一个汇集的 一个款项 然后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四十二节 我们再一起来念 来 都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波饼 祈祷 所以这边说到几个事情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第一个 他们会 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again 他们会有什么 他们会有 Torah 他们会有神的话 但是他们这个 神的话 不只是听听而已 他们会恒心遵守 第二个 他们会有什么 彼此交接 对不对 彼此交接是什么 就是Fellowship 就是说 他们会彼此的互动 礼拜天你来的时候 你主动去认识别人 不要等别人来跟你打 你主动认识别人 说你哪来的 你是新朋友吗 我也是新朋友 你知道 我上礼拜刚来的 你外来我家吃饭 你跟他们彼此交接 这就是一个 他们会做的事情 然后还会有波饼 还会有祈祷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新约的信徒 跟旧约的以色列 他们做的事情 有些方面 是其实一模一样的 第一个 他们会有Torah 他们会有教训 会有神的话 第二个 他们有没有亚大 有 他们有举手赞美神的时间 这边没有讲 但是我们主日 有没有敬拜 有没有敬拜的时间 有 我们有敬拜的时间 我们有没有Torah 我们有神的话的时间 有 我们的信息特别长 信息的时间 那有没有 有没有讨大 有没有献祭 有 有没有收奉献的时间 但是有一项是 新约的信徒 才开始有旧约 是没有 是什么 我们有 你可以跪拜 随时欢迎你跪拜 好 这个 有项没有是什么 是剥饼 是新约信徒开始 做的剥饼 旧约信徒没有做 为什么 以色列他们不会剥饼 我们需要剥饼 very good 因为剥饼是要纪念 耶稣 这个饼 代表耶稣的身体 这个葡萄汁 代表耶稣的保险 这耶稣为我们 舍得身体 跟舍得保险 所以耶稣 弥赛亚还没有来之前 当然不会剥饼 也不会守这个圣杯 那耶稣来之后 我们就会剥饼守圣杯 那你知道 其实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他们当时遭遇了 很大的逼迫 当时罗马的政权是 你信基督教是犯法的 因为他们说 耶稣是在 他是天上的王 他是即将要再来的君王 那他们认为 罗马政权认为 凯撒 凯撒大帝 就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代表 所以他就是王 你不可以又拜耶稣 这个王 又拜凯撒那个王 哇 这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你假如你信基督教的话 前面三百多年了 就是你是 你是犯法的 你可能会被抓 被关 甚至被杀 好 其他东西都会被充公 然后呢 你的儿女 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都会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这样聚会 是不是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 那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呢 当然 你问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会承认 他说 我是 然后 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看他有没有去聚会 他有去主日聚会的话 就一定是基督徒 你要在家里面读圣经 敬拜 祷告 自己里面害 没关系 可是你假如去聚会的话 那你可能这个家就会被 被被什么 是爆破 会被 那个据点会被发现 然后就可能会被关 被抓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在 罗马政权之下 主日聚会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他们就停止了主日聚会 没有 他们不太没有停止聚会 他们是 更加的火热在那边聚会 祷告 求主的复兴 为什么 因为这是神的诫命 他们甘愿付上这样的代价 来参加这样的聚会 所以弟兄姐妹 我知道我们现在 这个出来聚会很不方便 你看你早上起来 要梳妆打扮 弄得人模人样 还要把孩子给挖起来 然后呢 他们平常都上个段 你们跟我吵个架 还要开车过来一趟 又要开车回去一趟 还有帽子会被这个变种变种变种的疫情 传染的危险 好像是有Delta 还有Delta Plus Delta Plus Plus 你知道这个 你不知道被哪个传染都不知道 这是Honey Contagious 那为什么还要来主日敬拜呢 这不是做给牧师看的 不是给敬拜 也不是给谁看 这是给谁看的 这是为了神 我们来这边是为了神 你假如来这边是为了给牧师点名的话 值不值得 不值得 来这边是敬拜神的话 值不值得 值得 真的值得 好 第二个原因 主日崇拜 是要互为肢体 是要让我们可以互为肢体 来跟隔壁说一下吧 我们要互为肢体 好 有人会问说 哎呀 牧师你看 现在网络上资源这么多 这么发达 到处都是很好的讲员 很好的敬拜 为什么一定要属于一个教会呢 我在网络上说 基督徒不就好了吗 耶稣不是说 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就好了 那我在家里面 在网络上 用心灵诚实敬拜就好了 为什么要属于一个 什么地方教会 不是挺麻烦的吗 好 我们来 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在哥林多前书12章 我们先读12节到第13节 来 就如生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难是一个生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于是犹太人 是西里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好 这里呢 说到说 当我们归入基督耶稣的时候 我们归于什么 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身体 隐于一个圣灵 好 这就像你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他自动会属于一个家庭 一个孩子不可能自己 没有家庭活着 他一定需要一个家庭 一个baby 所以同样的 当我们是一个属灵的新生儿 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之后 我们会归入一个 会属于一个属灵家庭 这自动一定 你会有个家庭 来往下看 第14到第16节 我们继续来念 说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射若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身子 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射若耳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身子 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每个基督徒 都有我们的功用 有的是脚 有的是手 有的是耳朵 有的是眼睛 每个观众都不一样 你什么时候 可以变成耳朵跟眼睛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对不对 你在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变成耳朵跟眼睛 你就是一个人 你不可能互为肢体 只有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一起服侍 一起聚会的时候 才有可能彼此配搭 发挥功用 你做你的部分 我做我的部分 每个人都很重要 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牧师其实聚会 不差我一个 我不来也没人知道 每个都很重要 你想想看 你家里面 你家里面的成员 你说你可能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小家里面 就是配偶一个人 或者有一个孩子 或者爸爸妈妈 或者有只小狗好了 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你们家成员多少人 你想想看 你家可以少一个成员 我家没有老公 我也蛮好的 我家没有老婆 我家狗 我再也是 那那个成员的意义是什么 每个成员都有意义 不能够少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彼此需要 来跟隔壁也说一下好不好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我们往下看 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继续 一起来念 第十七节 若全身是眼 从哪里听声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据安排在身上了 保罗在这边 用一个很可爱 一个反问的方式 不是很可爱 就是说一个很有趣的反问方式 你想想看 一个人 牧师一个人 全部都是眼睛 全部都是 几百个眼睛 这什么都没有 就是眼睛 然后这样 走过来 或跳过来 你会觉得怎么样 哎哟好可怕 不是说 我身上就是几百个耳朵 哇 就是这样 靠近你 你在说什么 那我只能用 这不是很可怕吗 对不对 这很可怕那件事情 所以 如果都是眼睛 没有耳朵 那怎么能听到声音呢 对不对 如果都是耳朵 没有鼻子 那怎么能能聞味呢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配搭 我们是彼此需要 这是神对地方 介绍的一个美丽的设计 那当然我们 我们互为肢体 不是只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因为身体是一直会方悬 会运作的 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 也需要肢体 真的需要肢体 你想想看 假如说 你可以关起门来 救助基督徒的话 那我请问你 你怎么能够带人信耶稣 你永远都不会走出去 对不对 你不会带人信耶稣 那怎么完成大使命呢 对不对 或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有需要 你的邻居有需要 你的亲友有需要 你的亲戚朋友生病了 得了重病 需要人去帮他祷告 或是他们有人 出了什么事 需要去给他送饭 或是给他什么的 这个你不可能 关起门来做 对不对 或是说你假如今天在 遇到了一个比较 这个异教的问 这个是什么 异端邪术 比较难棘手的问题 你需要有人帮你解答 你可能去上网说 这位讲员 我听你讲道 已经听了一年多了 你虽然有四万多个听众 但是我是最中心的 请问你这个问题 你会回答我 他会不会回答你 不知道 他可能会回答你 但是应该是不会回答你 你能够 你能够在网路上 得到这些讲的帮助吗 或得到这些教会的 这个安慰支持吗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们彼此需要 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 我在回想 我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我很多时候 其实我是蛮软弱的 但就是因为有这些 肢体的生活 帮助我走到现在 当然自己生活里面 是有一些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这些人的爱心 这些人的关怀 让我走到现在 所以我真的是 我们彼此需要 再跟隔壁说一下 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 我需要你需要我 所以弟兄姐妹 你千万不要说 我不来教会 不会怎么样 大家不会想念我的 不会什么 你知道 差一个真的是差很多 神对我们设计 是让我们可以 一个做手 一个做脚 一个做眼 一个做 你觉得你们是什么 指甲 我是什么 我是手毛 我说你觉得你是 哪一个部分 但是每一个都很重要 才能各尽其职 那有人会抱怨说 哎呀牧师你知道 教会的生活很麻烦 以前我 哎呀受伤过 不要提了 我受伤过 你知道吗 然后有人讲一些话 很痛心 或者说好心没好 不好 或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了解 我下次可能会去 讲这个题目 这个教会的崇拜 会从家庭的角度来讲 anyway 你知道 讲到这种 在教会里面受伤害 你知道神的经验 比较多一点吗 牧师经验多一点 因为牧师 对对 因为牧师 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 接触的人比较多 然后上来台上 大家就会 就会比较多的 一些想法 比较多的挑剔 所以牧师的 有些经验蛮多 但是我今天跟你们讲 就是讲两个 是别的牧师的经验 不要讲我的 你们觉得 好像我们教会很好 好像非常好 大家不要不会 就是你知道 我要先讲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就是爱 你知道吗 因为爱就是要去爱 那些不可爱的人 假如说人都很可爱的话 那就不是爱了 人见人爱 对不对 所以你想说 你家里讲有一个 你家有结婚的话 你就知道 爱人是很难的 对不对 爱他容易什么 相处难 不知道谁讲的 或者说你家里 有个青少年的话 你也知道说 爱人是很不容易的 跟他讲话 他就是 跟你不好听 Anyway 所以你知道 我们其实闭门 读经祷告是很重要的 但这是帮助我们 在我们得到力量之后 出去到外面 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的人 这会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成熟 好 我们叫我们叫为基督徒 什么叫基督徒 你知道吗 就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就下法耶稣 来背起我们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 那我记得 我在 神学院 洛杉矶城 约的佛罗尔的时候 一转眼已经 二十多年前 好可怕 那个 有一堂课 有一堂课 那个 我们的教授呢 讲到这个 就是 教会 讲到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叫我们几个人呢 就分成一个小组 然后分享 你就是大陆 要分享 你在这个 记忆当中 这个教会让你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分享 那我们就有几个同学 一个小组嘛 就有同学说什么 哎呀 对呀 教会分裂了 不合一 然后开会吵架 就让他是很痛苦 每次课就听他们吵架 很痛苦 那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有一位 这个 南美洲的学生 我认为他是墨西哥 还是哪里 反正就是 他讲话有个腔 但是英文讲得还算不错 他分享说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是你知道吗 他说 他爸爸是牧师 所以呢 他就 他们家就住在这个 这个 他们叫什么 牧师什么 牧师馆 就是说 教会后面有一个小房间 有个屋子 就是牧师全家可以坐在那边 这样的话呢 就 服饰很方便嘛 讲道啊 或是什么 就 就是 你就直接上台就可以讲道 但同时呢 就是也很不方便 因为大家就 看到你们家在吃什么菜啊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说 他们教会不大 奉献不多 所以呢 他们说 有的时候他们其实 就是 有的时候 一个礼拜 或是说 两个礼拜 有时候 只能吃 Bings Bings是什么 或者豆子 对 但是他们是墨西哥 Bings 对 就是 有时候一整天 只能吃Bings 什么的 他们就 就是 就是 不是资源很多 那 可是他说 他们刚去搬到教会的那种牧师馆 第一年 他们很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大哥 他下面有妹妹 他就是 他说 你看 后面是什么 他们看到教会的后面有个院子 里面有一棵什么树 桃树 哇 他们就很兴奋说 这个桃树 将来会 他跟妹妹说 你看这个桃子树 你看这么 长得这么好 我们以后就会有桃子吃 你看 假如春天来 他们结果子 夏天就会有很多桃子 很大很甜 然后 每个天都很兴奋说 对啊 我们要吃桃子 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很兴奋 等那个桃子 结桃子 等着结桃子 他说 结果 到了 不知道几月 三四月 那时候 刚刚 就是 就是开始结 那种 比较小 比较轻的桃子的时候 他就很兴奋说 哇 你看有 这个 他说 大哥说 现在等到 再大一点的时候 会更好吃 现在不能摘 结果 那个主日 交下来了 就是 交下来的小朋友 他们就看到 那个结的桃子之后 他们就 爬到树上去 把桃子摘下来 吃一口 因为比较酸 刚开始比较酸 就丢在地上 他妹妹就很震惊说 怎么 我们就这样丢在地上 结果那小孩子 不是丢一个 是整个桃子的桃子 被他们 吃一口丢在地上 他们就说 你们不要再吃了 不要再丢了 家伙不要再丢了 后来那小孩子 不听 他拿那个桃子 丢她妹妹 哭哭 然后就跑 然后 那个哥 他是哥哥 他就有生气 就是说骂他们 所以他们就 吵架 还打架 结果后来 就 那个 他爸知道了 就 罢了一顿 或者桃子 我跟他打架了 就把妹妹骂一顿 可是我们想吃桃子 你知道吗 我听了之后 我就说 我就说 这个事 我怎么印象那么深刻 他说因为 他后来每次看到桃子 都会想到教会 想到教会就想到桃子 我说 那 这个 你妹妹跟你这样被喜 你这样小孩欺负你 你怎么还会出来 念神愿 想到牧师 他说 因为后来 有人知道这个事情 就送他们家 一大袋的桃子 他就很吃得很开心 然后 然后他说 还有人知道 说他们家有时候 只吃beams 第一年 只吃beams 他就 就常常拿一些 不同的书给他们 他跟我说 他说 其实教会 是最温暖的地方 我说 OK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 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 爸爸也是牧师 他们家也坐在牧师馆 感谢主 牧师 不在牧师馆 所以没有 就是没有这种问题 Anyway 我这个朋友 他现在 其实已经五十几了 他非常的聪明 生意做得非常大 他非常的成功 洛杉矶买了好几栋房子 但是他也念过神学院 我就说 你现在钱赚够了 不出来服事主 你就出来当牧师 他说他没有办法 他说他小时候有阴影 我说什么阴影 他就说 他们以前家住在这个牧师馆 就是 Again 就是教会旁边 有种房子是给牧师住的 在教会里面 这是教会的产业之一 然后有一天 他发现回家 他就看见 有那个长老跟长老娘 长老娘就是长老太太 就是 跑他们家里面 把他们家衣服 衣柜的东西往外丢 一直丢他们的衣服 丢在马路上 要把牧师娘给赶走 哇 然后他就看到 回家就看到 妈妈在地上捡衣服 一边哭一边捡衣服 然后他们回家之后 就跟他说 你赶快帮妈妈捡衣服 哇 他们就整个吓到了 他说还发生不止一次 发生了两次 他就每次就 想到当牧师觉得说 会被长老跟长老娘欺负 然后就有很大的阴影 他就不敢当牧师 我说你现在 你现在会欺负别人 你不用怕别人欺负你 你知道 所以他就不敢当牧师 但是 你知道吗 我跟他爸爸也认识 他爸爸后来跟我去 但是我跟他爸也认识 我跟他爸有吃过饭 然后呢 那时候我在暗牧的时候 他爸有来帮我 帮我就是 祷告 那我跟他爸吃饭的时候 我有问过他 就是服侍的一些经历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爸跟我说 他爸跟我说 他爸服侍成一辈子 一直到 八十几是吧 七几还是八十几 他一直当牧师 他跟我说 你知道 当牧师 是一件最荣耀的事情 实际上最好的工作 就是当牧师 我后来知道说 你老婆的衣服 不能被丢出来改 然后他们小时候 弄好多事情 就是家里面 有一次 他们家有 他有个弟弟 有时候住在 一个弟兄家 好像去度假 就是牧师 要去牧师去度假 然后那个弟兄的儿子 有一天就每次 打了他弟弟一巴掌 他弟弟一巴掌 他弟弟一巴掌 他说你为什么要打我 然后他就说 我让你知道 寄人一下是什么感觉 哇 他跟他弟弟就很受伤 说以后我们要赚很多的钱 绝对不要当牧师 anyway 我讲这个的point就是说 其实你知道 教会里面会有伤害 你知道吗 会有人不成熟 有人不完美 那那些小孩子也不懂 是吗 那个我也不知道 那些人在想什么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教会里面 是最温暖的地方 教会里面也是 这个服侍神 最荣耀的事情 他是看你愿不愿意来 跟神连接上 在约翰福音 第四章七到八节 我们下来念 好不好 来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好 约翰一书这边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应当怎么样 我们要彼此相爱 爱 爱里面会有牺牲 爱里面会有代价 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好 他说 凡有爱心的呢 就是由神而生 而且怎么样 认识神 你反过来说话 假如你没有爱心的话 你就不是由神而生 你也不认识神 好 所以呢 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一定需要人 才能够去爱 你不可能 按你的电脑 按你的网路 对不对 你一定要来到 小组当中 聚会里面 才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需要 在教会里面 过这个肢体的生活 有人会问你说 那我去小组就好 那我来主日干嘛 我在小组里面 也可以过这肢体的生活 你知道 主日崇拜 跟小组聚会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我知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主日崇拜 强调是以神为中心 好 我们来纪念神的所事 纪念所的所为 好 来纪念耶稣的复活 对不对 我们来尊荣神 但是小组强调的 是不是这个 没有 小组强调的是什么 这些人跟人的关系 好 因为你查经 你最近什么 需要带导的啦 我们查经 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们强调的是 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关系 我们关怀彼此的需要 这可以说是一个 以人为中心的聚会 好 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提到说 我们要 就是要这个 做这个 以人为中心的聚会 但是圣经里面 有提到说 我们要切实的 彼此相爱 好 所以当我们在 小组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在 彼此相爱 我们是在 超级彼此相爱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小组就会 非常的重要 会让我们落实 彼此相爱 但是参加 主日的聚会 是一个 我们必要所的诫命 好 最后很快 主日崇拜 会彰显神的同在 好 马太福音 28章20节 我们一起来念 来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 我在他们中间 好 为什么我们 要奉主的名聚会 好 因为在那里 会有主的同在 主的同在 太宝贵 太重要了 好 每个 我相信每个来 师弟聚会的 都会做见证 在这边 现场听到 敬拜 那在家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 在家里面 怎么敬拜的 怎么样听到的 很多时候 可能是穿个睡衣 好 拿杯茶 拿个咖啡 左手拿咖啡 右手拿手机 听一听 滑一滑 哎 又有简讯了 你很难专心 就算你很专心的话 你什么都不做 很专心在看网络 什么的话 我讲 现场的那个恩高 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 那每一位 每位信徒 都有圣灵的内住 在我们里面 好 会给我们平安 跟引导 但是当我们百姓 聚集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非常特别 神统上的彰显 是大大不同的 会更加 调望我们的信心 不然为什么 希伯来书 你们要说到说 不要停止聚会呢 不可停止聚会 好 为什么耶稣 要吩咐门徒们 两个两个出去 彼此扶持 好 不是孤军奋战就好 好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去年 这个四五个月 我们必须隔离 那是 我觉得那是非常时期 好 不是我们的常态 那我了解 现在仍然有些人 有这个健康的考量 好 有孩子 他们不能打疫苗的考量 尤其有这些变种病毒 我们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来到 这个尸体聚会的 但是你知道 你渴望聚会 但是不能聚会 跟你巴不得 不要来聚会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心态 你知道吗 就像现在很多人 因为这个 这个隔离的关系 不能回去探望父母 回过探望父母 心里面很想 很想去探望 但是不能探望 这跟 太好了 像完美的借口 不用去探望父母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心态 你知道吗 你不一定要来到 尸体聚会 才能够用心灵跟圣神 来敬拜神 但是 尸体聚会有他 特别的恩高 那我不知道我们 接下来是不是 又要居家隔离 但是我只要说 假如我们可以 尸体聚会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珍惜 这样的机会 那仇敌他在 这个疫情当中 他夺去了什么 一个很明显是 让我们孤独 在诗篇68篇 第6节那边说 神教孤独的有家 这个孤独有家 这个家不只是说 我们地上的这个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这是个属敌的家 让这些孤独的人 能够彼此的相爱 互为肢体 让孤独有家 可是仇敌呢 要让我们做 这些被囚的 让我们做在干燥之地里面 让我们会骄傲 独立 让我们刻意到 跟别人 social distancing 我们说 我们就是不要 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能够 互为肢体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崇拜 敬拜神 敬拜神是一个 我同样的相信 是一个需要 竭力进入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祷告 神会恢复我们 对主日敬拜的 这样的一个渴慕 你知道吗 我觉得像我们的 这个境外团 带的这个四个境外团 他会更新我们的情感 你就竭力地去唱 有的时候你说 牧师那个竹林 唱得好干扰 没关系 你就竭力地去唱 然后有时候 他那讲道 会更新我们的思想 你说 讲道 都让我打瞌睡 让我在钓鱼 没关系 你就竭力进入 有时候看到 我们在举手 竭力地举手 不是在那边作秀 他是在竭力进入 有的时候 牧师讲道 在写笔记 不是在写 牧师讲一讲错 他是在 努力地记下来说 神的道 神的话 来把他记下来 所以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主日崇拜 一开始会有 这个会前祷告 打到那么激动 为什么 帮助我们的心 可以预备好 要来进入到 主日崇拜里面去 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一年 只有52次的机会 可以来崇拜神 52次的机会 真的是不是很多 你知道吗 你一个月工作五天 一个月有20次 一年有200多次 可以工作 可敬拜神 只有52次 一天吃三餐的话 一年有多少 三百六十 一千多餐 可以选 一千只吃两餐 也有六七百餐 可以选 但是主日崇拜 你只有52次的机会 所以把握这个机会 来跟神连结在一起 当我们看到神的 同事会改变 我们会 接上的能力 会改变我们 好 所以珍惜把握 祷告 所谓恢复我们的 这种团契的生活 恢复我们跟祂的关系 恢复我们的敬拜 然后恢复我们在 基督里面 这种家人的爱 Amen 请先拜托 你们上来好不好 我们来上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 我想把这个时间给大家 你自己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你可以很自由的 你可以坐着 你可以站着 你可以跪着 你可以趴着都可以 来到前面或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要做很奇怪的动作 干扰别人 但是你可以自由的来跟神近伴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你跟神的时间 不是来看牧师 或是看敬拜团表演 是你自己跟神的时间 好不好 你来对神来说话 然后你说 主啊 我要来敬拜你 帮助来进入到 那个更深的敬拜里面去 Hallelujah 主要来祝福 这个以下的时间 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敬拜 我们说主啊 我们来经历你 我们渴慕的同在 主啊 实在是太久了 实在是太久了 我们的心灵干渴 我们的心灵渴慕 求你赐下一个 新鲜的恩膏下来 让我们能够更深 更多来经历 那个已经在我们当中的统战 与我们在一起 耶稣 因为你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了 主啊 让我们能够更深 更深地来经历你 我们感谢你 将祷告放靠耶稣的圣明 Amen Hallelujah 这是生间之地 神在这里 这礼宝座在荣耀的敬拜里 这是神圈之地 神在这里 前来前上最深的敬拜 这是神圈之地 神在这里 舍利宝座在荣耀的敬拜里 我全心来敬拜祢主 高知双手敬拜祢主 在祢大人荣耀荒荒草 我护护在祢宝座前 我全心来敬拜祢主 高知双手敬拜祢主 在祢大人荣耀荒荒荒草 我与伤座 我与众天师父母 深深敬拜祢 我全心来敬拜祢主 高知双手敬拜祢主 在祢大人荒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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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温荣耀光重 我与众天使父母 神神祭拜祢 我们帮你时间 来到神的面前 来自己来对神 献上祢的祷告 来献上你自己心里面最深的敬拜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你可以对着就对他说 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渴慕你 主啊我敬拜你 主啊我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我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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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主啊 windsurga吗 主啊 是的 我赞美我赞美我赞美你 啊是 受别了 TONER風向我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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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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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